大家好,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昨天晚上,乌军出动150架无人机 击起来莫斯科地区已经造成46人伤亡 这是乌克兰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司机 也是莫斯科首次在戏中有人员伤亡报告 看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战争真正来到莫斯科了 据消息报道,目前莫斯科郊区拉明斯克镇附近的俄罗斯 61991军事单位和仓库被无人机击中 而且这正是最近从伊朗运来的200枚360弹道导弹就存放了地方 这一下子通通报销了 另外,附近三大机场继续都遭到了轰炸 多架飞机及机场设施损毁严重之外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科州方向 下塔吉尔地区一家大型工厂遭无人机袭击并发生强烈爆炸 以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乌军无人机特别拜访了马赛克克里姆林宫 和圣彼得堡的地下堡垒附近 必须得让地堡男人亲自的感受到战争的气息 怎么能厚此薄比 因为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6公里的行政大楼和圣里公园 被乌坎无人机摧毁 只有无人机距离客宫越来越近了 对克里姆林宫主人越有威胁性 昨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就乌军队俄境内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事件表示 乌军队俄本土的袭击与俄军队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无关 因为其袭击目标是居民区 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必须继续开展军事行动 保护自身安全 显然,这次乌军对乌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空袭 让地保男孩坐不住了 果然,开始高声喊话并发出和平谈判的意愿 哈尔科夫前线 昨日乌军第92旅第二突击营官兵 在装甲车的火力支援下 突击了位于赫里伯克村的俄军阵地 那里距离卡尔科夫约30公里 在克旺兰蜀村附近 俄军开着三辆装甲车前来进攻92旅的阵梯 尽管这些装甲车上都装有反无人机的栅栏 但还是被92旅的无人机给摧毁了 这里暂现无明显的变化 军程前线昨日 俄军能保持进攻态势 但规模不大 进攻力度不强 因此在俄军反攻之下 俄军想要拿下红军程的可能性极小 至少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如果是两年前 乌军没有海马斯火箭炮 没有布雷德利布战车 没有爱国者防空系统 炮弹更是缺乏 就连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俄军也用了两个月 就拿下了北遁界刺客和利息昌刺客 俄军在由瓦格纳雇佣军和囚犯兵帮忙的情况下 用了十个月拿下巴木特 到后来 俄军用了整整两年才拿下阿弗蒂布卡 可见俄军在乌克兰前线的攻坚战 想取得更大战果非常不容易 何况现在的乌军今非昔比了 已经变得越来越强了 扎不住热前线 被俄占领的托克马克和米哈伊利夫卡 均遭到乌军的猛烈轰炸 这些信息喷火龙无人机刚刚问世不久 乌克兰的全新改版能搭载RPG火箭发射器的无人机又登场了 乌克兰人的创造力震惊世界 乌克兰创造力震惊世人 乌总参最新战报信息 昨天整个乌克兰前线发生了131次战斗 比前天167次降低很多 俄军在乌韩战场一累计阵亡人数为62万8930人 一天里新增损失1140人 被摧毁坦克两辆 装甲车13辆 火炮56门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两套 防空系统一套 无人机57架 运游卡车等58辆 特种设备6套 俄境内比尔哥勒德前线 昨天这个方向消息比较混了 俄罗斯说 俄军56团宣布驱逐了一路进攻的乌军 而乌克兰说 乌军多路继续向前推进 目前乌军已经攻入比尔哥勒德州 伊弗尼亚地区已经打通了库尔斯克 到比尔哥勒德的通道了 这是改变战局的一个重要信息 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三州 库尔斯克 布良斯克 比尔哥勒德 目前都被乌克兰攻入了 有人把特别军事行动硬生生打上了卫国战争 但他们还在吹牛说 已经驱逐了乌军 昨日 比尔哥勒德火车出轨了 说明乌军的油骑兵正在向比尔哥勒德纵身震透 俄境内库尔斯克战场 昨日 俄军集结了从乌克兰前线调回的精锐部队 第106空降团 51空降团第15海军陆战旅 在库尔斯克发起罕见的反击 这时乌军进入库尔斯克一个多月来 俄军发起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击 俄军向戈尔杰耶夫卡和阿帕纳西耶夫卡发起攻击 甚至一度攻入了斯纳哥斯特村 俄军试图向克里尼沃以南推进 夺取斯纳哥斯特 甚至想抵达奥布霍夫卡 但没有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反攻 俄军很可能是从西面的塞姆河北岸 调来了许多装甲部队 可能不止一次渡河的 毕竟河不宽 坦克装甲渡河很容易 也说明俄军库尔斯克乌军的主力 在西面而不在东面 更有可能俄军紧急从乌克兰前线 回员了大批的兵力 想解救被围困的2000名俄军 说明 这2000人里面有大鱼 但奇怪的是乌军目前没有太大动作 也不急于消灭包围了长达一个月的这2000人的俄军 人们怀疑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正在引诱更多的俄军部队进入包围圈 然后实施反包围 目前战斗还在继续进行中 俄媒信息 俄罗斯从今年7月开始将合同兵的月薪翻倍 从19万5000卢布增加到40万卢布 由各地方政府财政承担 是俄罗斯平均工资的10倍 除每月工资外 还额外提供120万卢布一次性奖金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前线士兵 招募补助最高行政区之一 将参战士兵一次性补助提高到约16000欧元 此外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比德堡为新招募士兵提供11000欧元 首都莫斯科将悬赏金额提高到了19000欧元 这些收入都是免税的 并且为俄军战士及其家人带来优惠利率的财产贷款 无需入学考试即可进入最负盛名的大学 舒适的退休生活以及社会地位 如果不幸在前线牺牲了 他的家人将获得1100万卢布的赔偿 取决于所在的地区 也就是说一个死去的俄罗斯人 比活着为他的家人赚的更多 如果他参战并在30到35岁之间被俄罗斯军打死了 从经济角度来看 他的死亡将比他继续还活着 更有利可图 通常俄罗斯男人的预期寿命不超过65岁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 成员埃哈迈德 巴赫沙耶什阿德斯塔尼公开承认 伊朗将200枚弹道导弹已送往俄罗斯了 目前俄罗斯正在利用这些导弹 攻击乌克兰 这是俄乌战争以来 首次公开承认是自己做的 对伊朗公开向欧美西方叫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伊朗原额200枚弹道导弹 一时表示 美国将会对伊朗及俄罗斯加大制裁 同时是时候该尽快解决原武武器弹药使用限制的问题了 尤其伊朗公开援助俄罗斯武器一时出现 反而更有助于美国原武武器使用限制的解除 由于受到伊朗援助俄罗斯导弹的刺激 拜登准备解禁乌克兰使用原武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纵身目标的限制 与此同时英国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制裁名单还包括俄罗斯第924国家无人机中心 和几名俄军航空指挥官 此外英国当局还对俄罗斯五艘海船 支持了限制 据CNN消息报道 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 9月10日谴责伊朗向俄罗斯运送弹道导弹 用于武汉战争 并宣布对9家与俄罗斯在2023年底 签署合同的伊朗无人机、弹道导弹公司 伊朗航空公司等实体 以及10名相关负责人和员工实施制裁 各国代表将来到基辅 参加克里米亚平台的峰会 除布林肯外 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老塞达 拉多维亚总理埃维卡·西里纳 捷克参议院议长迪洛斯·维斯特吉尔 特吉尔总统均已抵达乌克兰 昨天 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比尔基廷发文 今天 我写信给捷克·沙利文 呼吁政府允许乌克兰使用陆军战术导弹 和其他美国制造的武器 对付俄罗斯境内 威胁乌克兰的合法军事目标 无论位于何处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被问及 美国是否会取消对乌克兰 在俄乌战争中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时回答 美国政府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本周五拜登将与英国首相斯塔莫会晤 预计会在会晤期间宣布相关的结果 关于美国解禁武器使用问题 可能更早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式宣布 与相关的人士透露 布林肯将会在周三访问基辅 与同来基辅访问的英国防卫大臣莱米见面 可能会把宣布允许乌克兰使用陆军战术导弹 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作为礼物献给乌克兰 乌克兰将获准使用陆军战术导弹 和风暴应营导弹深入俄罗斯境内 看起来美国全面放开对乌克兰的武器限制 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下图为西方解除原武器限定后的打击范围 一旦解除限令 前线俄军的戴药库装备 燃料和食品等后勤补给线 立即处于乌军的远程导弹打击范围之内 彻底的切断俄军后勤补给 让俄军在前线失去作战能力 泽燕斯基前两天说 希望能在这个秋天结束战争 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 他说我现在想对世界上所有 仍然希望以某种方式帮助俄罗斯的人说 我们将尽一切努力 不仅保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而且真正团结全世界 以强烈措施回应那些好战的 或任何支持继续俄罗斯对乌战争的企图 乌克兰必将打赢这场战争 才能实现公正的和平 那些执迷不悟 继续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的 继续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者将会付出代价 泽燕斯基有意这么说 战争是在警告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的 奉劝老卢关键时刻脑子放聪明点 别既做人又做鬼 如果压住大俄会输得很惨的 别把底裤也再输进去 显然这是泽燕斯基对白俄卢卡申科 同意了俄罗斯的要求 一口气提供了多达60门 100公里远程火箭炮 给俄罗斯行为表达非常不满 俄罗斯对白俄的远程火箭炮念念不忘 最近普京不断的请求白俄 给这个东西 此前我曾经说过 既然连乌军都打进了俄罗斯境内 占领了大片领土了 都没有导致俄罗斯要升级核战争 更何况只是放开武器限制 而欧美只是用控制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 来一步步证明俄罗斯的错误举动 会得到惩罚 以更清楚明白 展现在世界人们面前 据说 这次进一步对乌克兰解禁武器限制 是因为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城市 平民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也无疑给了西方一个充分的理由 而白俄和伊朗等 向俄罗斯运送大量的武器弹药 也激起了西方各国的愤怒情绪 据路特社消息 波兰副总理克日史托夫高科夫斯基表示 波兰安全部门已经挫败了俄罗斯 和白俄罗斯组织的 旨在破坏波兰稳定的破坏行动 他表示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合作的破坏分子 也渗透到了地方和中央政府办公室 其中包括执行军事合同的国有公司 如物流公司等 近日 俄罗斯昔日小兄弟 亚美尼亚又干出了令俄罗斯更难以接受的事 亚美尼亚向乌克兰转让了大量的防空系统 包括S300 山猫举道尔和壁虎防空导弹系统 以及其配备的拦截导弹 这条信息是由俄罗斯人伊利亚 图马诺夫发布于社交平台 这条信息很快被俄罗斯媒体转载 而这已经不是俄罗斯媒体第一次提到这个话题了 尤其是几天前 俄罗斯媒体爆料 亚美尼亚政府 正通过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1欧元的坦克炮弹 和防空系统导弹 早在2023年11月 俄罗斯报道 亚美尼亚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原点战术弹道导弹系统 和苏联防空系统转移发射器和导弹 包括9K33壁虎防空系统 与此同时 亚美尼亚还希望不再依赖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他们近期与法国和印度 订购了大量的火炮 雷达和一系列防空系统等西方军事装备 亚美尼亚已经全面与俄罗斯决力 导向了西方阵营 并且不惜与俄罗斯一战 亚美尼亚向西方采购大量的武器装备 目的无非就是要防备俄罗斯的入行 学习乌克兰去俄罗斯化 加入北约而受到保护 说明亚美尼亚不甘心被俄罗斯彻底的吞并 成为俄联邦中的一员 近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沙特阿拉伯参加了俄罗斯海湾合作委员会 战略对话部长级会议声称 当前的问题与领土无关 俄罗斯从来不想要别人的土地 俄罗斯从来没有欺负过任何周边国家 历史上得到的一些土地 都是周边友好国家主动赠送的 他也说 俄罗斯一直寻求对俄罗斯世界的人民 给予人道待遇 是真的吗 俄罗斯在建国之初 只是个面积只有两万平方公里的小公国 到现在仅仅几百年 俄罗斯坐拥一千七百零九万平方公里的广大 成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都是周边国家送给的吗 连这种弥天大谎亏他说得出口 还当着众人面 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出来 应该是多么的厚黑 持续数百年里 俄罗斯的领土扩张史 就是周边邻国人民的一部血泪史 自1547年 一凡四世继位就开启了俄罗斯的对外扩张之路 此时期俄罗斯先后消灭了金帐汉国 西伯利亚汉国 喀山汉国等 到17世纪中叶又彻底的吞并了西伯利亚地区 到了18世纪 随着彼得大帝的改革 俄罗斯渐渐成为了一个欧洲强国 并开始和欧洲列强争霸 同时也吞并了中亚 克里米亚和波兰等地区 到了19世纪 沙俄的领土面积 一度达到了2288万平方公里 成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帝国 到了1917年 在这一年 俄罗斯先后爆发了2月革命和10月革命 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后 苏联依旧继承了沙俄的野心 斯大林上台后 就一直致力于恢复沙俄时期的版图 为此苏联也对外发动了不少的侵略战争 截止1940年 除了芬兰和波兰部分领土之外 苏联已经基本恢复了沙俄时期的版图 在冷战时期 苏联先后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托洛伐克出兵 最后对东方大国的土地也虎视眈眈的 于1969年汉然入侵镇宝岛 又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 但在阿富汗军民的坚决抗击之下 苏联最终惨败并轰然解体 苏联解体之后 新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内外交困 国力大不如前 在20世纪90年代 俄罗斯忙于稳定国内的局势 无力对外扩张 在进入21世纪之后 随着普京的上台 俄罗斯的国力也开始逐渐的恢复 他的野心又一次膨胀起来了 2014年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吞并了克里米亚地区 又在不断的煽动乌东四周独立 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汉然发动了全面战争 并在当年的9月 通过公投的方式 试图吞并了乌东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看完这些 你就知道俄罗斯这么庞大的领土是怎么来的了 俄罗斯自始至终 一直都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 其对于领土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 早在2016年 普京就曾经说过 俄罗斯的土地没有边界 这句话 至今仍然出现在俄罗斯的街头上 广告牌上 这足以表明俄罗斯对领土的野心 是如何的庞大 而且 俄罗斯还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方面 继续从小培养俄罗斯人 这种对土地贪婪的欲望的 为余力的推动俄罗斯对外扩张的历史人物 视为英雄 典型的有哈巴罗夫 穆拉维约夫 哈巴罗夫在十几世纪入侵中国 1858年沙俄通过爱辉条约 搁占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时候 沙俄将合力城改名为哈巴罗夫斯克 以纪念这位英雄 而推动爱辉条约签订的人物 米古拉 穆拉维约夫 阿姆尔公爵 同样也成为了俄罗斯的民族英雄 俄罗斯几乎每一座远东城市都有它的雕像 而且它的雕像还被印在了五千卢布的纸壁上 不仅如此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 人们年年都会庆祝爱辉条约的签订 俄罗斯庆祝爱辉条约签订 169周年 五千卢布纸壁上的 穆拉维约夫雕像 由此看来 俄罗斯对领土的欲望是刻在骨子里的 几百年来从未改变 看来 东大在和这个贪婪的北极熊打交道时 需要时刻的保持警惕 愿乌克兰彻底的打败这头恶熊 胜利和荣耀归于乌克兰